監視器畫面曝光 撞擊瞬間 終結乘客快速蹲下閃避 還是難當衝擊力道倒在地上 換個角度來看 終結列車里站前 高空墜落的掉臂已經砸破隔音罩 陽晴漫天粉塵 隨車員是有意識到保全想要跟他說什麼 但是因為沒有直接面對面溝通到 有通知到站長 行動中心 接到指令之後要讓列車停車 他要去操作畫面 我們出估是20秒鐘的時間 行動中心接到指令已經來不及讓列車殺停 但是這關鍵時間難道沒人能觸發警報系統 保全在月台沒有辦法 我們會跟廠商研究一下 在月台要不要緊急裝飾一個緊急按鈕 在中午12點26分50秒列車進入月台 27分04秒掉臂砸到隔音牆掉落軌道區 海洋情漫天粉塵 月台保全發現異狀馬上回首通知 但是隨車員27分32秒確認異狀 執行緊急刹車作業 45秒車廂就硬生生的撞上掉臂 前後只有13秒來不及反應 台中捷運採用的無人駕駛軌道偵測系統 也沒有發揮作用 但是高空掉落的話 我們在沿線上沒有所謂的入侵 偵測這一塊的系統 就如同我們上次的那個事件一樣 那個太魯格的事件一樣 他可能沒有辦法全線裝設 從天空上掉下一個異物 其實這個機會本來就不多 你要去看然後你要去做判斷 然後再做反應其實13秒的時間 一般來說是不太夠的 關鍵13秒來不及阻止悲劇發生 人員安全訓練不足 通報卻無法立即讓列車停止發車 天降橫貨如何完善SOP應變機制 終結得加速亡羊補牢 人員安全訓練不足 都要最大